哈囉大家好我是傑米露 歡迎來到大牌錄音帶 這是這個節目的第二集 那今天的來賓很高興 有一位從遠方來的朋友 歡迎公格 傑米露哥好 聽眾朋友們好 OK那哈囉公格 歡迎來到台灣 謝謝 這是你第一次來嗎 第三次了 那之前是來 第一次陪家人來旅遊 然後第二次是我來 拍一次MV 就比哩啪啦蝦那首歌 那次是在台灣拍的 對在陽明山上面 你沒說我還真看不出來 那你這次來帶幾天 這次來就待到金曲獎結束 然後我就回去了 我們來聊聊金曲獎 竟然一開始就說到這件事情 先恭喜你入圍了這個 金曲獎這家新人 謝謝 你當初是在怎麼樣的情況下 聽到這個消息 當時我自己在外面逛 因為 我不是很喜歡 就是好想等成績的那個過程 所以你本來就 本來就知道自己有報名了 然後自己也在等這個 我知道有報名了 對 然後 我就跟我朋友說就是 你聽到以後你就告訴我就好了 對 然後我就自己出現 沒聽到就帥了 對 我就讓他去看直播 然後讓他看 所以你本來就很 在意這個金曲獎的獎項 期待他 我覺得是 我是覺得如果說 連入圍都沒入圍的話 還是有一點點 就是自己覺得 就覺得有點丟人 這樣的心態 OK 那你聽到 真的入圍 做了什麼 反而還蠻平靜的 就是 沒表情 就是他告訴我 我朋友特別性高采烈說 你入圍了 你入圍了 做一下先講 我說 怎麼這樣 對 然後說 那行那 那下一步吧 走 對就該幹什麼幹什麼 直接就想到後面要做什麼 沒有啊 我就可以 不用再等什麼了 就是我可以恢復正常工作了 喔 所以本來前幾天 一直在等這個獎項 反而不能轉心 這樣子 沒那麼專心 就是 有偶爾會翻牆 萬一沒入圍的話 會丟人 就這樣 好 那有聽過其他 幾位入圍者的作品嗎 草東早就知道 然後剩下的一些 基本上都是 我知道 同期入圍的那些名單以後 都重新聽了 發現有一些 有一些我之前 自己也不知道 但是 做得非常棒 比方說 誰你特別有印象 先生小姐我特別有印象 對 他們的東西是 我也 就 比較少聽到 爵士的 特別的 而且有一些那種 百老回音樂劇的 那個元素在裡面 而且做的味道還蠻正宗 小故事也蠻有意思 真的 我也覺得他們不錯 哈哈哈哈 聊歪了 好 那很多觀眾對你這個 既好奇有陌生 那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你自己還有你的音樂 我 我其實當時入行的時候是 只是對編曲特別有興趣 然後就開始做 學習怎麼去編曲 然後慢慢的開始寫歌 給別人做幕後 當製作人開始 然後到某一天覺得自己想表達一些東西 我覺得可能沒有人適合來表達 就只是太私人的東西 所以我說那我自己出一張專輯好了 沒想到碰到公司 非常非常感激我的公司 然後一切走得非常的順利 對 然後 我自己是喜歡做一些就是 我在花語音樂裡面聽到 因為我有一些音樂風格是 我個人很喜歡 但是可能花語音樂做這類型 至少比較少 至少比較少 我是覺得有些音樂風格我蠻喜歡 但是 做得好的人已經有很多了 那這些我就可能 就暫時先不碰 OK 我再介紹一下公格 他說的很含蓄 但其實公格有很多很厲害的作品 但是 你幫洪子濤編過很多首歌 然後還有TFBOYS的 青春修煉手冊 其實是編曲人 都是公格 對吧 對 如果不說的話 我相信如果聽完我的東西 再聽那個 可能都猜不出來 哪一個人是哪一個人 對 其實 差蠻多的 對 記得更成熟 我覺得 然後更冷一點 關了比較多 你假如說給TFBOYS編曲 他們當時還比現在還要再小孩 對 還要練習 真的是小孩子 所以 你就不能讓他們聽到任何成熟的東西在裡面 那樣的話就不對 對 就是要青春 就是要很有活力 好 那你是大概從幾歲開始 換編曲或做音樂的 我從大概16歲 16歲 然後下載了一個第一個軟件 然後 然後 當時的想法就很簡單 就是我想做一個HIPHOP的beat 我當然特別喜歡HIPHOP 所以我想要 試著自己做一下 做一首完整的歌就這麼簡單 然後結果往後越來越 越被陷進去 太大了 那個時間 有沒有哪幾個 比較 影響你比較重要的 轉類型 或者是什麼事件 你這樣 一步一步 從 玩樂的 到編曲的 然後到 真的走出來 那個歌手 呃 時間 當時一開始 是被 吸到HIPHOP的時間 然後開始 特別自己思考 想做音樂 是因為 看了M&M的那個巴英零 然後覺得那種音樂 我以前從來沒有聽過 真的覺得好帥 而且特別符合我 那個時候的心情 你比較叛逆 然後 就是剛剛開始有些叛逆 然後 不斷地在說什麼 我當時聽不懂他英文 其實當時還不明白 歌詞是什麼意思 但是那個情緒 我覺得完全沒有 感受到 所以就開始想做 然後後來就是 接觸的風格 越來越多 就 覺得每一個都好精彩 嗯 然後直到後來 我又發現了 班門龍一先生的音樂 差那麼多 直接從 阿姆變成班門龍一先生 中間有很多過渡了 但是 就是 那個很長了 然後 過了幾年以後 又聽到班門龍一先生的音樂 我就覺得 他也嘗試所有的風格 基本上 不管從 FUNK 還是他也做過HIPHOP 也做過電磁 但是做什麼都是他自己的味道 就是他找到了音樂的核心 而不是某一種風格 OK 好 那是什麼 原因要是決定 從 從後到後 聊聊這個 就是 可能就是 比較 貪心了吧 就是 想表達的 靠別人 不足以能表達自己 想表達那麼多 嗯 嗯 比方說哪些部分好了 比如說 比如說 像我專輯裡面 像同系列產品的這種 是 這種情緒 你就不可能接著像 TFBOYS的嘴 然後 告訴大家 你也不可能接著像 力宏哥的嘴 告訴大家 就只能 想來想去 可能還是自己比較適合一些 是 就是跟年紀 還有個人的性格也有關係 經歷啊 看過的事情 性格 美國人嗎 還是 哪裡來的 然後這樣才注意到 那你怎樣專輯大概是有多久 我 大概從 想想 第一首歌 my name is 做出來的時候 大概是一五年底 嗯 一五年底還是一五年中心 反正它是第一首 嗯 就整個過程中 其實現在聽到的是我準備曲目的 大概三分之一 那樣 三分之一所以原來還有 撇掉了很多 就不一定每首都完成了 但是整個數量是大概要多個幾倍 嗯 嗯 了解 那 我覺得你的音樂的風格放在這一次的進去獎 裡面其實蠻特別的 蠻多數一格 對 所以入圍了以後自己也 也就真的很佩服進去獎 就是他真的不以門類來限定音樂 包羅萬象 對 整個音樂的類型他都會給你可敬 對 OK 那 短短的十幾分鐘的訪問 所以我們最後來問候哥 你最想推薦你頭的拿起首歌給大家 如果第一部要認識你的話 你希望大家能支持 我覺得盡量買一整張專輯聽一下吧 就不要耽搁耽搁聽了 對專輯還蠻大一包的 對因為 就是如果聽過的人應該都會同意 就是每一首歌和每一首歌之間差的還是蠻大的 對 但是整個聽下來它其實又是一整個系列 對 所以你要如果是只聽一個的話 可能單聽那個歌你會喜歡 但是我覺得是有點 片面 有點像麻人魔像那樣 就可能是只是覺得這一塊好 或者說他不知道整個的背景是什麼樣 我是希望能整個聽一下 OK 那你想傳達什麼樣的訊息給觀眾 在這張專輯 就是分享一些我的情緒還有一些我的看法 我盡量的讓自己寫歌的時候 不把自己的價值觀特別強烈的 就是說什麼對什麼錯放在裡面 哦 對 副特別說什麼對什麼錯 只是說 最多只是說 我覺得我更想怎麼樣做而已 對 所以讓聽眾自己去感覺得 OK好 好那工格的第一張這個同名創作專輯 這樣唸對吧 我們可以直接唸功 就可以 已經發起了 那在各大的串流平台都可以找到工格的音樂 那也預祝工格可以拿下這個進去這樣 好 新人的專輯 謝謝 還有什麼話想跟觀眾們說的 觀眾們 就是 如果有喜歡聽我的音樂的人 我不太習慣叫自己的粉絲 說叫粉絲 我覺得就是喜歡我音樂的人 就是很感謝你們 然後如果未來有在接著喜歡我的人 我也感謝你們 因為我知道肯定是 你們透過音樂了解我而已 是 對 所以謝謝你們 OK好 那我們今天的大牌錄音帶 就暫時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這個節目的話 我們每個禮拜都會有一集 在傑米露的YouTube頻道 你可以訂閱傑米露的YouTube頻道 就可以定期收到 大牌錄音帶的最新的技術 OK 我們下次見 掰掰